早安 我們現在這個布丁吃個咖啡 拿鐵啦 或者是拿鐵 是拿鐵吧 現在在路上的一間葡萄牙式的咖啡 然後這間叫做Café Frisco La Cô 如果姐姐跟我們推薦 那我們現在要去Saint Elven 剛才講的就是這間 如果說有住在Louton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所以在火車站附近而已 然後我們買了一個普世蛋塔的咖啡 我們點外帶 今天要去搭火車 好喝嗎? 不錯 給你喝喝看 有不一樣的感覺嗎? 我覺得不錯 可能這幾天因為我都喝我自己號的 自己號的比較飽 這是我們要去搭火車 來看一下車票 不確定今天會不會有罷工 因為前幾天都罷工 然後今天終於有火車了 你不一定我剛才看 好吧 我們買好來回到Saint Elven的票 我們買來回兩個人是14點多這樣 然後我們剛才問啦 他跟我們說 我們就算現在看到是在哪個play phone 我們有可能去了之後呢 那到時候又換了play phone 那所以呢他建議我們這邊等 然後到時候會直接告訴我們在哪 對我們就在這邊等 那我們剛剛在那個咖啡買的這個普世蛋塔 嗯很好吃的 可能要烤一下熱一點 很好吃 可是我看他這個蛋裡面軟軟QQ的感覺 好吃耶 就像澳門的普世蛋塔 真的喔? 我覺得澳門的普世蛋塔就好 他這個蛋塔裡面好像卡斯達醬 有一點不一樣 他剛才說 Welcome to St. Albans City 對 他這個小鎮啊 從倫敦搭車過來大概20分鐘 他是可以一日遊的一個小鎮 那因為很多人來到倫敦啊 都會選擇去一些 像是奧克斯福爾啊 像是 Cambridge 或者是溫莎 Burth這些地方 這就可以是一個半小時內來回的一個小鎮 所以那些是個非常熱門的小鎮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比較少人來 這裡就比較少觀光客會來 可是他這個城市也是很漂亮喔 對啊 但其實我姐她也是很喜歡來這個地方 像是吃東西啊 然後走走 然後他這個教堂啊 也是很美 那這St. Albans呢 他以前是一個羅馬城鎮 那在西元2019年的時候呢 那時候 因為基督教還不盛行 那時候就有一個叫做 Alban的士兵呢 他去保護受到宗教迫害的一個 基督教的傳教士 那他就變成英國史上第一位呢 受到宗教迫害而被殺害的士兵 那在後來基督教盛行之後呢 大家為了要紀念這個人 所以這個地方才改名叫做St. Albans 那他們也在這位士兵的墓上面呢 蓋了一個教堂來紀念它 然後St. Albans的市區啊 他就是從火車站那邊 還要走15分鐘才會到他的市區 然後還會有上坡的路段 所以可能要預留一些時間 如果是要改火車的話 好 中樓 這裡有一個中樓 可以爬上去 可是他好像有限定 有限定他們做志工人的菜拔的東西 是喔 他那邊怎麼看到有限 那在我身後這個棕塔呢 他是15世紀蓋好的 然後19世紀把他的棕裝上去 然後之前還可以 有遊客可以上去 走到上面去這樣子 然後現在不行了 然後在剛剛那個中樓對面的小巷子走進來 這裡有一間新開的印度料理餐廳 這間是新開的 有機會可以來試試看 搞不好我們今天就來這裡吃啊 那我們剛才走這個巷子呢 走這個巷子走進來 再繼續走 前面這邊就是St. Albans的教堂 很漂亮欸 對啊很漂亮喔 對這一條走到 然後就拍到一個不行 是不是因為下雪的關係 可能有加分 他這個教堂是 11到13世紀重建的 然後他也是可以免費參觀的 然後現在是剛好有那個 我看家他們唱十個的 我把他等著 等著 等待進去 Thank you ! 很美喔 很漂亮欸 而且好大喔 妳看她那邊 感覺就是很舊以前的話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结束了这个 一听来啊 他就会有 有给你这个小笨子 然后上面就是会有歌词 然后他就是会有唱诵诗歌的歌 然后唱诵的几首诗歌的中间呢 他就是有讲一些耶稀的故事 都唱诵语 就是念圣词 几段小圣词 然后中间我们还有听到两首 非常常听到的圣诞节 听到的歌 最后这边就有写说 可以去做捐款给小朋友的这个活动 在国外过圣诞节 就真的是很有圣诞节的感觉 又加上下雪 又加上这个大教堂 然后就可以感受到说 大家就是在这个圣诞节 在一年的最后这个时间里面 大家就是彼此的祝福啊 然后感谢上天就是 让大家可以过这平安的一年 这种感觉 就非常有这种可以感觉到这种 刚刚在教堂里面啊 又唱歌的时候 又觉得很peaceful的感觉 真的真的是peaceful的感觉 然后在这个教堂的旁边啊 它这里有一个很大一片的公园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下雪天 所以它现在就是白茫茫的一片 真的很漂亮 然后还有胡果在那边 然后如果是夏天的话 它就是一大片草原跟胡果 然后上面还有一些鸭子啊 那我们等一下呢 就会过去那边有一间很有名的Waffles的店 The Waffle House 我们去那边吃东西 它现在是早餐 然后到12点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选 咸的 然后咸的话 我自己最喜欢吃的就是 Harmes and Avocado 它是素的 非常好吃 看起来很好吃 对 然后Ben最喜欢的是 Hep and Cheese的这个 Marsharm 这个也很好吃 我刚才看这个Fried Chicken 它的 诶 它这是新的Menu 它之前没有 这个非常好吃 你可以改天下午来啊 好吧 甜的对Ben最喜欢Ben Nofi 谢谢 哦 然后我们刚才点的是 属于早餐类的是不是 对 刚才你跟明晓点的早餐练书 我跟Ben点的是 它现在只有圣诞节才有的菜 然后它后面这边还有饮料可以喝 像是热的巧克力啊 或者是咖啡啊 或者是酒也有 啤酒也有 Cocktail也有 谢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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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它Waffle真的很脆 它Waffle有白的Waffle可以选 还有全麦的Waffle可以选 而且想不到Waffle跟咸的东西可以这样搭 然后我们现在吃完了我们的早午餐之后 还点了一个甜点 就是像家上面有冰淇淋 然后它有 酵糖酱在上面 但是粉有什么 糖粉 哦 就是在英国也蛮有名的甜点 它叫Benofi 所以其实你在超市也可以很一买到Benofi pie 或者是冰淇淋也有些什么 Benofi ice cream Santa Claus Do you know Cupid Sandis arrow Straight to my heart Waterfall In all this Christmas Santa Claus 油桶 它叫做Pulse Topper 就是它这个油桶嘛 就是他们就是当地 就是他们不是有人付钱给他们做不是 他就是当地有些就是有兴趣的 然后会聚集在一起 然后他们就会特别 帮这个油桶做一个Topper 然后就是做一些当地的设计 就是万圣节啊 圣诞节啊 圣诞节啊 或者是像之前那个 呃 他们在怀念二战的时候 他们就会有 比如说二战的时候就会有军人的头 然后现在就是有圣诞节的Decoration 哦 这个应该是 没有它是特别为了Wolf House 做他们的整个房子 你看 哦哦哦哦 它这间这么红啊 对啊 它就等于 我觉得它就是这里的 地址 哦 这也很漂亮 这样的 嗯 后面这个Simas Bakery啊 阿丹姐姐说很好吃 然后 现在也是排很多人 这种小店 为什么你吃这个 才能够买很多 人的来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可以 当你一个 当地人的生活 然后就可以 享受到很多美食 就很好望的 而且这也不会有很多 方客 然后在它这个市区这边啊 有这个Post Office 圣诞老人的Post Office 对 诶 连你都要低头勒 哇 你会很酷耶 哇 哇 它的意思是可以引寫信 然后 可以修改回处Central 所以我们也能写信给圣诞老人的东西 然后它那边有一个油桶 写完之后呢 小朋友可以寄到那个油桶 我现在要来吃这个 鸡肉卷饼 Merry超爱吃这个的 这个超好吃 其实我也很喜欢吃这个 它就跟沙威马的一样 对 是沙威马的 然后我们点了这个Chicken Dryer 它是8.75块一个 蛮大的 很方便 你看 这家的酱比较多 嗯 很好吃 谢谢 谢谢 我们刚才买了一个 不知道什么 我们刚才经过了之后 它还在烤 然后它就很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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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才说他是匈牙利的人 然后他这个是匈牙利的食物 然后他有跟我们说这个叫什么 然后英文名称就是CINNAMON CAKE 好吃 而且刚烤起来真的真的很好吃 很脆耶 他这咬下去啊 外皮硬硬脆脆的 嗯 然后肉桂的味道很香 非常好吃 对 脆脆的很好吃喔 而且他刚烤起来 嗯 敢吃肉桂的话 会很喜欢这个 嗯 他跟肉桂卷又不一样 他比较像是 肉桂卷 可是他 你看他这个里面 就是空心的这样子 We can see the Windsor Castle Try out fish and chips 然后我们在Fan Over 也是这里 他在几天推荐的另外一间早午餐店 这一间Megas 他说非常好吃 这么夸张 对 那我们现在来这边喝咖啡 对 走吧 我刚才看非常多人点烤饼类的东西 他下面就像我们刚才吃的烤饼 然后上面有一些肉啊 这样子 因为我刚才看到 我看他的菜单 就是有那种烤饼 跟饭饼 跟菜包 跟饭饼 饭饼 然后还有看到炸鸡很好吃 可惜我们吃饱了 不然我刚才看 好多都想点 我看他的 吃饭饼 或是爱吃饭饼 或是爱吃饭饼 嗯 美国碗 对不对 我们刚才看到隔壁桌的 很多桌都在喝一个白色的酒 我们不如问他那是什么 然后他就是这个Poseco 他就是看起来是25块钱 然后90分钟 我们先唱一下 对 喜欢喝酒的人就可以带 看每个人喝好像都很好喝 而且最近大家都已经开始穿圣诞装出来 在外面那边 那我们点了一杯咖啡 然后我点了一个果汁 然后还点了一个甜点 巧克力布朗尼 然后它有香炒口味的冰淇淋在上面 我刚刚吃一口啊 我真的觉得是布朗尼 蛮好吃的耶 它这个外面烤得很焦很脆 吃下去就觉得 嗯 好好吃喔 难怪我姐她说 她这不只是一间网友 嗯 那如果想要来吃这间的话 建议先定位 因为我们现在三点来 还是要等半个小时左右 然后我们刚刚前面来的时候 也有一组人 他们也是要等大概半小时到一小时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一样在St. Albans 这边的一间 museum跟gallery的这间 它五点关门 我们来这里参观一下 它这里进来是免费的 右边呢是卖咖啡的 然后左边也是卖Severnier的店 那也是法庭的样子耶 你就看看 它应该就是以前的法庭吧 坐在这位置 感受一下当法官的感觉 cococo 安静 这是监狱吗 感觉很新耶 这里像是B&B 我的想想 这里很适合有监狱耶 有法官有监狱嘛 合理 好那晚餐呢 我们一样在这边吃这个 太多料理 不 可不可以等 可不可以等 我们现在来这里吃泰国餐 对 因为姐夫说它在英国 是很多族群融合的地方 所以很多国的料理 在这里吃都是很道地 都很好吃 我们一坐在这里 他就给了一片虾饼 它这里的餐厅 其实很多人定位 那我们刚刚没有定位 刚好有一个位置是 六点到八点的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吃到八点 我刚去外面看 他外面有个花园 但是外面位置都积雪 如果说感觉没有积雪 然后白天的话 坐在外面会蛮好的 如果是夏天的 然后春天的话 可以坐外面 我点了一个咖喱 然后一个炒的牛肉 这个是他们推荐的 对 然后还有一碗饭 饭是要另外点的 然后跟一碗汤 还有泰奶 他是泰奶 特别黑 对 他是要我们自己混合的 我们点的是黄咖喱 它虽然上面有一颗小辣椒 但我觉得它没有到辣 然后它味道我反而吃起来 这泰奶不会有很橘的感觉啊 喝起来还是泰奶吧 好了 吃饱了 好那我们这支影片的 St.Albans的一日旅行 就到这边咯 好 我觉得一天来这里 然后吃了很多餐厅 然后也是蛮悠閒的 然后有几间餐厅 真的是很棒 对 然后逛逛街这样 然后一些景点 也很棒 我们又遇上假日 就有假日十集可以逛 然后教堂也是很漂亮 很壮观 对 都可以来这里的班校 很值得来这边 一日旅行的地方 对 而且又不会有太多观光客 对 没错 那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分享 记得开心小铃铛咯 拜拜